其实呢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地关注自己的寿命 但是真的耳朵长成什么样 人中长成什么样 是健康长寿的标志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为各位隆重地介绍一下 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摩教授 掌声有请 快点好 王洪摩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国际生导师 从事中医色列人中四十多年 圣堂是念祖探健康 创建当代中医色诊学 被认为品质在世 当代色诊第一人 今天我们继续从我们的武器官上 说这个长寿的事 好的 我们经常会说双耳垂肩 就耳朵大的人好像长寿 从医学上来讲 耳朵和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 而肾是人的先天之本 所以肾气充足的人 耳朵就好 因此耳朵确实关系人的健康 更关系人的长寿 我太想知道 是不是耳朵大 就是长寿的标准呢 耳朵大是长寿的标准之一 耳朵的上界在耳朵尖 耳朵的下界在耳术下方 那么整个这个长度 应当是五到八公分 一般来说呢 它的上边凭着眉毛 看我 下边呢 凭着我们鼻子的下方 这样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耳朵 凡是耳朵越高的 智力越好 凡是耳朵低于眉毛的 那么往往有先天发育不足 比方说傻子 那么它的耳朵 就往往是又低又小 这是第一个标准 老师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就没长过眉毛 你的这个耳朵是很标准的 上面凭着眉毛 下面凭着鼻子 鼻子的下方 而且稍微还有点长一些 那么如果要是耳朵的长度 超过7.1公分 这就属于长寿耳 如果超过8.2公分 一般的都能够活过90岁 哇 是这样 超过8.2 对 王老师我太想量量 您得超过8.2了吗 好的请你量一下 7点多 您这属于7.5 7.6是吧 是的 您的耳朵是7.5 7.6 是 您说每天有常拉呀 有的时候做一做耳朵保健操 您要每天动 有变化吗 有变化 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基本上到了发育成熟的时候 就不长了 唯独我们的耳朵 它还继续增长 大约每年长0.14到0.22毫米 只要你的健康情况好 它这个增长是一直持续的 所以人到老年耳朵会越来越长 比方说我们看一看季献林老先生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呢是他老年的时候的照片 但是呢老年的季献林 比他年轻的时候耳朵增长了不少 所以呢耳朵一生都是在增长的 我们现场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耳朵特别长 特别大的 请举手我们来量一下 来我帮您量一下 看从这儿起将近7.6 7.7了 哎呦 您这想过自己是一长寿的人吗 长寿啊 长寿啊 也许还会长啊 那我们这个耳垂是有说法吗 还是耳垂就无所谓长啥样都行 耳垂呢也是一个长寿的产生 从这儿到这儿 这是我们的耳垂 这个耳垂呢大约是1公分到2.5公分 越长越好 越长越好 对 这个这是一个绝对的长度 越长寿命越长 第二个呢是相对的长度 我们可以把这个耳朵分成三份 那么把上三分之二和耳垂也就是下三分之一做对照 如果耳垂达到了全耳长的三分之一 这是长寿耳垂 那么四分之一的是一般 五分之一的一般的寿命都比较短 就是越少越不行 那么我们把耳长计算好了 我们把耳垂的长也计算好了 那么大体上就可以知道是一个长寿的耳朵 还是短寿的耳朵 我们的耳朵有六个好六个不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长比短要好 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长的瘦长 短的呢瘦短 这是第一个 这是有统计数据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厚比薄要好 比方说我们问问团的团长 德江先生 他的耳朵就比较厚 厚吗 我摸一下 我说没有八戒的厚 哦 是是比较厚 是的 厚比薄要好 厚呢 说明先天发育的充足 脏腑呢 功能比较好 那么第三个呢 可能大家就不太理解了 就是软比硬要好 他们不是说耳朵根子软不好吗 那是说闲话 那是一般的传说 刚才我试了一下 他耳朵特别软 就不是一般的那种 跟点心一样 实际上呢 耳朵越软 说明脏腑的功能越协调 哦 所以呢 我们不妨平常的时候 多揉一揉自己的耳朵 哦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贴比张要好 就是耳朵越往后贴 真的 贴着夹侧 最好的耳朵应当是对面 看不到耳朵 这是最好的 第五个 明亮比鬼岸要好 还有吗 润泽比干枯好 所以我们看年轻人的耳朵 我们看一看王芳的耳朵 就很亮 很润泽 是吧 能够明显地看出来 这就比那干枯鬼岸的要好 真的 是的 所以呢 这个耳朵确确实实 可以反映我们的健康状况 那这个不健康的耳朵 长成啥样啊 我刚才讲过了 凡是生下耳朵就高的人 一般都比较聪明 那么凡是生下来先天不足 有先天性痴呆的人 他的耳朵就又低又小 比方说我们看到 曾经有过一个少年的指挥家 叫做周周 二十一三体 对 周周呢 他曾经指挥过中国的乐队 也指挥过美国和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乐队 实际上呢 他是一个发育不良 先天性痴呆的孩子 他的耳朵又低又小 又短 那么这些呢 都说明他有先天发育不良 特别是智力不足 所以耳朵第一个不好 就太小了 而且低 还有一个不好呢 就是耳朵上会出现一道特出的指 从耳瓶和对耳瓶之间 这个部位 它会生出一道皱纹 呈45度角 一直走到我们耳垂的边缘 那不可能有 有 没有 这道一开始呢 它是一道皱纹 慢慢慢慢的这道皱纹 会逐渐逐渐的加深 变成一道皱纸 一个钩 对 我把它叫做耳者心征 这两道皱纹 如果要是两个耳朵都有 而且呈45度 那么就有诊断价值 它就是一个减瘦的耳征 这个耳征就叫耳者心征 它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心脏 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 代表着动脉硬化 代表着血脂膏 你刚才说你有啊 我真有 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 这个是耳瓶 这个是对耳瓶 那么斜着乘45度角 走过来了 我估计它有血压的问题 德江老师 您以前知道自己 这个血压有点高 或者什么的吗 想过吗 打小就搞 打小就搞 就是搞好多年了 那您还真得注意 是 真得注意 这个一般来说呢 因为我们耳朵的血 循环供应不太好 所以这个耳垂 对于缺血最敏感 所以呢 当我们心脏 供应冠状动脉 供应心脏血液的 冠状动脉硬化 然后开始缺血的时候 大约缺血四分之一 到四分之二之间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纹了 到了四分之二的时候 就变成褶了 所以呢 它不但有诊断的意义 而且有定量的作用 另外呢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就是耳朵眼里边 往处长毛 谁耳朵眼里往处长毛 这个耳朵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 防止小虫或者细菌进去 所以耳朵眼也会长毛 但是一般的这个是豪毛 龙毛 它不会 对 它不会长成非常长的毛 过去认为 耳朵长毛是富贵的争相 对 印度曾经有一个人 他的耳毛曾经长得 十几公分长 所以得了金医斯世界纪录 但是呢 经过近年来的医学的处理统计 耳朵长毛和动脉硬化 特别是冠状动脉硬化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这和他耳朵上的耳者心征 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 您真的耳朵里长毛了吗 长了 真有 以前有吗 以前没有 哎呦 德江老师 我跟您说啊 您真得注意 我建议您录完今天节目 背个Hotter您查查吧 我一会就住院去 一会 如果我这耳朵长得不够好 您就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养它 让它更长一点吗 我们可以通过按摩的方法 我们的耳朵就相当于 有个倒着的胎儿 耳垂是我们的头 所以疲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按摩耳垂 耳垂的中央就是我们的眼睛 所以中华民族传统在耳垂的中央打一个洞 然后挂上适度的一个耳垂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保护眼睛的很好的措施 耳甲枪是我们的胸枪 中间是心 两边是肺 上面这个耳甲平是我们的腹枪 那么整个耳轮角是我们的消化道 那么三角窝相当于我们的盆腔 胸腔 腹腔 盆腔 所以女子来月经之前这个地方要发红 来了月经之后才逐渐恢复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把内脏掏出来做按摩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两个中指 按摩我们的耳甲腔 耳甲听三角窝来做内脏的按摩 哎呦 谢谢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啊 这个先按摩一下 这叫耳尖 耳尖 哎 按摩一下 然后 耳轮 就是这么上下按就行 对 上下摩擦 让它生热 对 然后 然后耳唇 耳唇就是拽拽就行吧 对对 拽一边拽一边摩擦 让它发热 因为耳朵红了 对 我这一弄就红 然后我再用中指 他的耳朵平常也比别人红 对对 用中指 在耳朵里 然后用中指 按揉耳甲腔 嗯 耳甲停 嗯 三角窝 哦 按摩热了为止 一般的两个巴呼就发热了 老师像我这样天天那耳朵都特红 这代表有病是吗 呃 有一定的炎症 哦 体内有一定的炎症 对 我肺炎 跟你肺热比较 肺比较热有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经常地按揉耳甲腔 嗯 那么它就会逐渐减轻 另外我跟你讲过了 嗯 用桑叶煮水喝 嗯 用桑叶做馅 用桑叶拌菜 嗯 用桑叶蒸馒头 蒸包子都可以 哦 一天吃上一两斤桑叶 嗯 用不了一两个月 你这病症就会减轻了 你耳朵也红 不是就我红 是吗 对呀 这种按摩呢 既不消耗时间 也不消耗力气 嗯 但是呢 如果每天进行的话 一方面使我们健康又保证了 再一个呢 可以使我们耳朵的血循环 恢复了 然后就可以促进耳朵的生长 而耳朵能够长长了 就代表着我们的寿命 也就增长了 耳朵是长寿体征之一 耳朵越长 寿命越长 如果您的耳长超过7.1厘米 您就有了长寿的前置 如果您的耳长超过8.2厘米 恭喜您 您就有机会活过90岁了 如果您的耳朵不够长 您也不必担心 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来促进耳朵增长 经常按摩耳间 耳轮 耳垂 就能让您延延必胜 这是耳朵 咱们接下来要说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儿 可能大家都没太注意 这地儿呢 就在鼻子下面 嘴巴上面 人中 我们的古人 我们的祖先非常聪明 他就发现了 在我们的鼻子下边 嘴的上边 有一道钩 这道钩呢 他把它命名为人中 为什么叫人中呢 因为人中的上面是鼻子 鼻子的鼻子 能呼吸天气 天在人的上边 而人中钩的下边是嘴 嘴能够吃地上产的五五杂粮 地在人的下边 人居天地之中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人中 实际上人中就代表着本人自己 那么这个人中呢 有很多种形状 最常见的是四种形状 第一种是上窄下宽的正梯形 我就这样 第二种是 正梯形 像一个压梯一样 还有这样的人针呢 对 第三种呢 是上宽下窄 成一个倒梯形 第四种呢 是平行线形 那么在这四种里边 最健康的应当是 上窄下宽的正梯形 我们都是 我也试 我也试是吧 是的 因为它最多见 也是最健康的 其次呢 也有百分之二十几的人 是正梯形 所以呢 这两种 经过调查统计 基本上都是健康的 那后面那两种呢 那么后边这两种呢 一般的说起来 女子或多或少的 有子宫的问题 男子或多或少的 有前列腺的问题 那么基本上都表现为 生殖系统的问题 其实牵涉到寿命的 主要是人中的长度 其实牵涉到寿命的 主要是人中的长度 哦 长度啊 对 而且呢 这个长度是不能用尺子 直接来衡量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 有高 有矮 有胖 有瘦 那么用一个尺子 来衡量人中 是不公平的 我这就矮了 这人中长短了 所以呢 我们聪明的祖先 就发明了一个 中指同身寸 什么叫做中指同身寸呢 他把我们的中指 轻轻地和拇指相对 然后呢 中指终结 两个横纹之间的距离 叫做一寸 这儿啊 对 里边 这两道横纹之间 叫做一寸 那么如何用这一寸 来衡量人中的长短呢 一般的人 大多数的人 人中的长度 正好相当于他本人 中指同身寸的长度 那您帮我量量吧 好的 我这个 这个中指终结两个纹头之间 2.6 2.6 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量一下这个人中中的长度 也是2.6 正好 正好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人中 就是我活得不长不短 对 出事了我们这一把 都短呀 量这两边的距离 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 很多的横纹 我不知道用哪一个 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了 看到 这样只有一个 就这么凉是吧 对 如果你的人中 比你中指终结的同身寸长 三个毫米以上 那么恭喜你 这又是一个长寿特征 哎呦 太好了 这是香港著名的邵逸夫先生 他现在活到了105岁 那么他的人中 太长 特别长 对吗 对 因为他已经103岁了 照这张照片的时候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人中已经比较平了 对 所以一个好的人中 也有五个好 五个不好 这个第一个好 就是形状好 它是呈正梯形 或者是正梨形 第二个好呢 就是他的勾圆 特别蕊丽 这个勾圆 这两道勾圆越蕊丽 灵起如线越好 第三个就是 他这个勾底 特别平坦而深随 越深随 越平坦越好 第四个就是 他越明亮 越好 第五个是 越润色也好 所以呢 有了这五个好 那就是一个好的人中 避主长寿 那么随着人年龄的增加 那么 他的人中 就会逐渐逐渐的 变得平坦 然后呢 变平 说明他的生殖功能 在逐渐逐渐的退化 他的生殖系统 在逐渐逐渐的退化 所以女人如果出现了一个平坦的人中钩 说明他的子宫已经有多了 都是是吧 他们两个的人中钩 那个钩圆都是很锐利的 非常好 我这能凑合吗 长度也够 长度也够 形状也好 形状也好 气色也好 哎呦 谢谢 谁的这个 人中比较长 自己觉得 这位先生啊 一直呢 做一个 跟我做一个动作 好 您闭上嘴哈 我觉得 真挺长的 是的 您那么远都能看见 是 他的人中比较长 您多大年龄了 73 周水海 哎呦 真不错啊 如果 要是 人中比自己中指中指 两个纹头之间距离 短上三个毫米 那么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 100个人里头 有87个人 有生殖系统问题 男子 有精子少 死的精子多 精子的活力差 阳尾 移精早现 女子 有子宫异胃 月经 失调 不孕不育 卵巢的疾病有吗 卵巢的疾病 对 所以呢 凡是人中比较短的人 那么 就容易出现 比较严重的 生殖系统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大屏幕 这个人大家大概都认识 梅艳芳 梅艳芳 这个 梅艳芳是香港的一个影视明星 但是我们就发现了 她的人中钩 特别短 特别浅 所以呢 梅艳芳是因为什么病去世的 好像卵巢 卵巢 卵巢 公颈癌 公颈癌 她是因为公颈癌去世的 生殖系统的严重问题 所以呢 如果她要及早地看中医的话 其实是可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像这样的例子 我可以给你们举出几十个 所以呢 人中短浅 是一个短瘦的标志 那问题是 假如啊 我已经 假如说我人中已经短浅了 这我也不像耳朵吧 我还能拉了 这人中这拉不长啊 有什么办法吗 这一拉成了小猪嘴 是吧 我们脸上有一粒必有一臂 不可能二十八项都占全了 我们就可以 有短有长互相补 所以人的寿命都差不多 如果我这二十八项里头呢 我超过十五项是长寿的那个特征 我就真长寿 但如果我有只有十项长寿的 那我可能就够呛 就不一定长寿 对 也就是长寿的指针越多越好 是 是这样吧 人中是长寿体征之一 人中越长 寿命越长 如果您的人中超过您中止终结长度三毫米 您便有了长寿的前置 如果您的人中比您的中止终结长度短 那可要引起重视了 您很可能患有生殖系统疾病 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那接下来我再给您介绍一个长寿的地儿 这地儿大家肯定平时没注意过 这地儿呢 俩字叫全骨 全骨 方姐 我只听过那个全骨高的女孩克夫 对啊 这个中医认为肾主骨 而全骨是骨质标 也就是说人体骨骼发育的如何 全骨是一个标志 所以呢 凡是全骨适当的高的人 那么说明他的肾气也充足 肾经也充足 是指着这儿还是这儿啊 全骨一般在这个位置 王老师呢 好的全骨就是有比较突出的 看起来很协调 很匀横 那么就算好的全骨 过于突出 代表着本人志向很远 比较固执 有顽强不拔的毅力 所以容易成功 所以呢过去说男人全骨高 必定成功好 这个 这是一个 最忌讳的是这个地方塌 然后连着下面也塌 嗯 全骨塌 夹侧腰陷 这样凹陷 再加上脸色 如果出现腰苍白色 那么就往往是临终前的一个真相 所以叫做垂危并容 哦 这全骨 还有这 那比如说有人这全骨这儿啊 它红 这有关系吗 这个红呢有几种情况 所有的女孩子 特别十四二十一之间 这个时候的女孩子 她的两颊都是嫩红色的 嗯 那么这种红呢 就是代表着她正在青春发育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花季的靓女 嗯 但是呢 它是均匀分布的 红和白之间 红和黄之间 没有明显的界限 嗯 比方说 我们现在这个台上 呃 后边的这个小李 她的脸蛋就红彤彤的 显得很漂亮 在我的对比下 就好像她的胭脂一样 呃 在小姜的对比之下 显得更是红里特白白里头 哈哈哈哈 你就是一反面教材 那么这就是很 呃 标准的一个红 就怕的是什么呢 就怕的是两种情况 嗯 第一种情况是两全出现了暗红色 呃 呦 这个暗红色又像拇指度大 呃 在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古一书 叫做《黄帝内经》里边 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嗯 说是赤色出于全 赤就是深红色 嗯 在全骨周围出现了一块 或者两块 红色 暗红色 嗯 大如拇指 像拇指度一样大 嗯 并随小玉必猝死 黄帝内经上说 赤色出于全 大如母指 并随小玉 必猝死 说的是这个人有慢性病 嗯 这个慢性病人呢 他虽然有的时候减轻了 有的时候好了 有的时候又重了 就是时轻时重这个病情 嗯 但是他必然会突然之间死亡 哎呦 这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说的是两种病 嗯 一种病呢 就是少女特别容易得的风湿性心脏病 嗯 有好多年轻的女孩 呃 只注意美了 不注意挨动 嗯 所以呢 大冬天的仍然穿着短裤衩 或者短裙子 露着大腿 嗯 然后呢 说你呢 嗯 多严寒的天气都这样 嗯 那么他们到了中年以后 就容易关节疼痛 嗯 呃 也容易得一种叫做 风湿性关节炎的疾病 嗯 风湿性关节炎是我们本身 对绿色链球菌的一种过敏反应 嗯 那么得了这种炎症之后 它可能局限在关节 嗯 虽然关节疼 大关节疼 来回串着疼 这还是比较幸运的 嗯 它也可以局限在皮肤上 出现环心红斑 最严重的是 它会影响到心脏瓣膜 嗯 会影响到二肩瓣 二肩瓣在我们心脏排血的时候 打开了 在我们排血完了之后 关掉 防止动脉血回 它就关上了 嗯 如果有了风湿性心脏病 瓣膜病之后 那么刚开的时候 它开不开 该关的时候 它又关不上 嗯 那么这种情况 就会出现两颊暗红色 嗯 这个女孩子往往是反复发作心理衰竭 然后被抢救过来了 又心理衰竭被抢救回来 往往就死在第二三次心理衰竭上 哦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呢 还有一种情况呢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里边的林黛玉 嗯 林黛玉的妈妈是肺结核死的 林黛玉的父亲也是肺结核死的 嗯 所以她从小就有肺结核感染 哦 所以呢 她每一到下午的时候 她的两全就发红 哦 然后呢 她的脾气就急躁 嗯 她就发低烧 所以那个时候贾宝玉最受气的时候 也是她心情最烦躁的时候 哦 这种情况呢 一般的鉴于肺结核 肺里边已经有空洞了 嗯 然后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她往往死于有一次 这个空洞损害了大血管 因为大血管破裂 吐血而死 像林黛玉一样 所以这两种情况 那么都是病情时好时坏 最后会突然间死亡 这是两全暗红 像拇指肚大一样 嗯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属于嫩红 哦 如果要是两全嫩红 出现在这些地方 两全嫩红 那么一般的都出现在长期慢性的虚症的病人 比方说肾阴虚 肾虚热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是病情比较危重的标志 总之呢 两全 无论是出现暗红色 还是胶艳的红色 都不是好现象 全骨是长寿体征之一 如果您的全骨高度适中 您便有了长寿的前置 全骨也能反映出人体的健康隐患 如果您两全发红 这很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和肺结合的前兆 您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时去医院救证 这牙齿也是长寿标志吗 对 我刚才曾经讲过 我说全骨是骨头好坏的一个标志 实际上呢 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叫做齿为骨之鱼 就是骨骼多余的部分长成了牙 它外露在外边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所以呢 当小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没牙 因为他胜气还不足 等到七岁八岁的时候 肾气开始足了 他的牙就开始患了 等到老年人肾气摔了 牙就开始掉了 所以这个牙 它是可以直接反映肾脏的功能状况 而肾呢 又是生命的本源 所以呢 一个人如果长出一个洁白 光亮 而又整齐的牙齿 能够维持到老年的话 那么这又是一个长寿的真相 我这很自卑 因为我牙一直不白 我比您更自卑 我这还四黄素牙呢 我这也好不在哪儿去 他的牙好好啊 我们麦玲和张浩的牙都很好 真好 天生的 天生的 我牙不好 天生的 这个这是肾气充足的一个标志 很好牙 所以我这牙反正就那么回事 整个牙也还可以 挺好的 但是挺坚固的 我老吃大豆 很坚固的咬 那什么样的牙齿 就算是可能不长寿的这个牙齿呢 如果牙齿显得很污浊 很黄 很污浊 容易长麴齿 容易摇动 容易掉 脱落 那么这都是肾虚的真相 也就是我们的减兽特征 那不是说牙要是老松动啊 什么是那个牙周炎的原因吗 实际上牙周发不发炎 还是跟肾气有关系 凡是肾的精气充足的 它牙齿就好 就不容易发炎 牙也就不容易摇动 所以好多老年人 到了六七十岁 牙仍然很好 那么说明它的肾气足 这就是长寿的标志 王老师 我发现您的牙齿特白 您这是真牙吗 是真牙 是真牙 全都是真牙 您不抽烟吗 我不抽烟 不喝酒 我不喝茶 外部得人家的牙齿特别白 就是我长了四颗智齿 这智齿就是好像是不应该长的 但是我想拔了它 但是别人又说是减瘦 有这个说法吗 这个智齿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当人发育完全成熟的时候 就开始长智齿 所以智齿往往是在 二十一到二十四之间长出来的 这个时候呢 它别的牙都已经站好了位置了 已经没有智齿的地儿了 对 所以这个智齿长出来是很困难的 有的是歪着长的 有的是斜着长的 有的是横着长的 所以就给这个长智齿人造成很多的痛苦 甚至于最后不得不把它拔掉 所以呢 你长了四个智齿 还都完好无缺 所以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 特质 有一个事儿啊 你看它又占了一个 对啊 好的特质 现在好多人洗牙 当然很好 我认为很好 因为人在生活的过程中 经常进食各种食物 那么有好多沉积物 就会沉积在牙根的周围 牙膏刷不掉 那么就形成牙食 这个牙食会严重地影响牙龈的营养功绩 所以呢 它对健康是一种妨碍 所以呢 我们应当是定期地去洗牙 但是要注意 就是洗牙了之后 因为把牙根周围的这些牙食都清除掉了 把牙表面的一些脏东西都清湿掉了 那么你就会感觉到牙过敏 怕冷怕热 对 所以呢 要做好充足的精神准备 在洗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不要吃过冷 过酸 过甜 过热的食物 其实呢 我们可以通过锻炼 来改善我们牙齿的情况 扣齿吗 对 我们可以经常不断地 轻扣我们的牙齿 对 另外呢 在做操的时候 还可以有意识地咬牙 一松一紧地去咬牙 另外呢 我们的唾液有清洁牙齿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用舌头 不断地去舔牙齿的表面 内表面和它的咬合面 然后呢 用唾液 然后去逐渐地清洁自己的牙齿 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唾液的分泌 又有保健牙齿的作用 就是德江老师 您没事的咬牙切齿一下 您的牙就好 一般来说 如果有一些人 五十岁左右的牙就掉光了 这是短瘦的这个迹象吗 这个是会严重地影响 他身体的健康和寿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代表着肾经肾气不足 当然和饮食习惯不卫生也有关系 但是更主要的是一个减瘦的特征 我听说有人把我这种年纪 三十来岁就把牙整个都换掉 我有一个同事 一个主持人就是这样做了 他当时给我看 要把所有的牙磨得跟小耗子似的 特别小特别小特别小 然后外面呢 整个套一个牙罐 但是我问他后遗症是什么 他说吃什么都不太香 而且呢不敢咬硬东西 他瓷崩了呀 一崩了他那换很麻烦的 这不太好是吗 所以什么都是自己的好 所以呢 凡是长了取齿的人 要尽量地保存自己的牙齿 能保存多少保存多少 尽量地不杀神经根 因为杀完神经之后 这个牙就变脆了 就容易脱落了 所以呢 什么都是自己的好 一定要尽量地保存自己的牙齿 牙齿是长寿体征之一 如果您的牙齿洁白坚固整齐 那么您便有了长寿的潜质 牙齿的好坏反映了您身体的强弱 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养牙齿 您可以经常去洗洗牙 也可以做扣齿运动 长期坚持 您的身体便会越来越健康 接下来要看的这边 大家一定很关心 我们过去呢 老人讲啊 说一个人呢 长得有福气 有八个字 怎么说是天庭饱满 相游新生 不对 方圆 地葛方圆吧 应该是 是的 这个人的下巴既代表着我们的晚年 也代表着我们的子孙 人的下巴既代表着我们的晚年 也代表着我们的子孙 哦 是吗 所以呢 下巴不易过短 这是第一个 我们中医管下巴叫做基 基础的基 它相当于我们人的地基 而我们的颧骨和夹侧 相当于我们的墙 院墙 所以院墙要宽 地基 那么地基要牢 哦 那么这又是一个长寿的真相 我曾经讲过三庭 三庭上中下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上庭代表早年 中庭代表中年 下庭代表晚年 那么下壳就是我们晚年的真相 那么两侧的下壳角 就叫做地葛 这个地葛应当是说它方 它又方又不方 说它圆 它既圆又不圆 叫做地葛处于方圆之间 好了 我们请张浩上来 我告诉过大家 张浩身上有很多 很好的特征 长寿的特征 那么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下壳比较长 而且微微的前凸 这个地基长得很好 那么它的两个下壳角 大家可以看到 说方不方 说圆不圆 这就是过去老人们所讲的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然后再加上它耳朵的真相 鼻子的真相 眼睛的真相 颧骨的真相 我老觉得它又比我胖 然后呢 又那个 原来它是长寿啊 对 它身上 它的脸上具备 二十多项长寿的体征 真的 来来来多活两年 多活两年 我们刚才讲过了 上庭 中庭 下庭 三庭如果匀称 是第一个长寿体征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长寿特征 那么它既讲的是这个距离 长度应当是等长 也讲的是它的面积 应当是匀称的 那么下庭 一般的人认为 下庭是尖的 其实尖的并不好 所以呢 像我们张浩这样的是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 太高兴了是吗 太高兴了 平时是不是特别 那个羡慕那个瘦脸的女孩呀 我特羡慕地都恨你 真的 真的 我羡慕地都恨你 有好多明星 专门飞到韩国去 做手术 把自己的这个 下颌脚削掉 甚至于王辈 为了削掉下颌脚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都是不可取的 有很多人呀 给我写信 然后就说 说王芳 你那个整形整的过了 说你这下边太尖了 但说实话 我真的是爹妈给的 是 这您能看出来 而且呢 三婷基本是匀称的 很好 很好 不要改变它 不是 我特别想长成张浩那样 怎么办呢 回头我教给你方法 好吧 回头我教给我方法 那这个不太好的地隔 或者说 由这个减瘦之相的地隔 是长什么样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尖嘴猴腮 我怎么觉得像说我呢 没有 没有 谁笑呀 这么大声啊 太生气了 你不是 我不是 不是 你基本是很匀称的 听到 这个老师非常好 我没见过这么好的老师 有的人下巴非常短 还往里缩着 这是不好的肌 然后呢 有的人这个地方 下和脚这部分缩下去 还有的人就是 这是一个三角形状的 这些都不是好的地隔 地隔指的是我们的下巴 俗话说天天饱饱满 地隔方圆 一个饱满圆润的下巴 预示着您又多了一项 长寿的体征 因此过分瘦脸 甚至做消股手术 对我们的健康并没有好处 如果想让身体更健康 我们应该多吃一些营养的食品 并经常按摩按摩下巴 这样便能使您远年益寿 今天呢 我们现场所有来的人 都非常地有运气啊 那么现场我们将挑选的 三位朋友 就是您呢 站到前面来 老师给您看看 您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来 比如说这个小伙子 他的脾气就比较轴 另外你最近 这个消化道有炎症 特别是这个食道和胃 有炎症 确实有 确实有 你怎么了 胃不太舒服 胃不太舒服 那么我们来看他 他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我不知道你原来 量过没量过血压 他有血压的问题 有血脂的问题 是 没错 血脂偏高 血压波动性很大 而且呢就是 如果不及时知道 将来血压会一天一天 比一天高的 要控制体重 对对对 然后控制饮食 凡是动物的内脏 动物的头不吃 这个 他的这个三瓶是匀称的 最近呢 他应当是脾胃不太好 这老师一下一眼就能看出来 真是挺尖的 一瞅就知道 嘿 这老师眼力不错 其实 在我们人的脸上 有很多小细节 小秘密 可以看出来 您的身体到底哪里有了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讲了几个器官 在我们下一次的节目中呢 就会请王老师 给大家讲这些小秘密 学会这些小秘密 您也可以看个一二了 怎么样 好 好不好啊 好 好呢 今天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谢谢我们的问问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您王老师 谢谢您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